歡迎大家來到聖誕假期冷知識大賽 都有五個頻道跟我們一起來度聖誕假期啦 那首先呢我們先來歡迎第一個頻道 哈囉大家好我是香菜 我的頻道是貓與香菜 哈囉大家好我是豆豆媽咪 歡迎訂閱豆豆媽咪健康生活家 大家好我是漫科學的UVM 我們的頻道是開賽方科學 哈囉大家好我是Sonia 我的頻道是親愛人路 嗨大家好我是阿強 不是鬥士的阿家 這次我們拒絕了五個頻道 事實上就是想說我們每個頻道呢 出兩到三個的知識 說坦白的連我自己都 也都還沒看到那個題目 等一下說不定連題目都會念不太出來 所以我們馬上就直接來開始吧 聖誕節要到了 以下哪種聖誕植物對貓咪沒有毒 A 聖誕猴 B 聖誕樹 C 聖誕仙人掌 D 以上對貓都有毒 五 四 三 二 有人猜對嗎 我看一下 我偷看一下 誒 全是猜錯了 哈哈哈哈 所以聖誕節的掌情是對貓咪跟狗狗都沒有毒 是對動物比較 對寵物比較有毒 是對 現在人掌吃的話他會打 就是 他也不是給貓咪吃的吧 但是因為 前面兩種相對對寵物來說 比較有妥的東西 像聖誕虹就是 絕對不能讓貓吃這樣 他有汁液嘛對不對 他有植物鹼 哦 植物鹼 然後那個東西吃了 不行快刮 可是聖誕樹呢 聖誕樹它其實是冷山 它是松樹類 所以他們就是松枕其實是 比較有 纖維的毒啦 聖誕仙人掌是相對來說比較無毒的 然後也比較不危險 其實 會被刺死 十音跟十音是被刺死的 我就知道大家都會選D 謝謝 哦 真的哦 好厲害哦 日本人過新年 要敲幾下終身呢 A.99下 B.108下 C.101下 D.103下 欸等一下 欸 哈哈哈哈哈哈 他媽的妹妹 你們好厲害哦 不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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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到的冷知識 哦 這題其實算是蠻簡單的 108下就是 一年 哦 對哦 它這個有兩個說法 然後一個說法是 一年有12個月嘛 然後二次節氣 72後 所以加起來是 108 另外一個說法是說 人有108種的 煩惱啊 七情六欲啊 什麼的 所以你把它敲一敲 然後煩惱跟那個 跟他們說在一起 對 就跟他們說在一起就沒了 那為什麼要把七情六欲敲不見 這種東西不是很好嗎 就重新來過 哈哈哈哈 對 A離婚 敲一下A出家 哈哈哈哈 以下哪一個是 全世界第一個迎接 元旦曙光的城市 A吉里巴斯的加羅領導 B 東加的 乳瓜龍 波巴 C 美國的豪 豪蘭島 B 紐西蘭的東加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 好 現場 5 4 3 2 欸 有一 這是 欸 至少有一個部位 啊 對了 因為你就出題目的人 沒有啊 這不是我們 真的嗎 那是A吉里巴斯的加羅領導 沒有 它在哪裡 對啊 A吉里巴斯是我們光交國 其實全世界在2000年的時候 有換過一次那個 換日線 在2000年以前 全世界第一個迎接元旦曙光的城市 其實是紐西蘭的東加 對 然後到小時候有這個印象 欸 看來大家都 滿有年紀 這題是限制 到2000年以後 才變成吉里巴斯的加羅領導 然後其實是因為 吉里巴斯他們在 還沒有換換日線之前 就是因為換日線的關係 然後他們的國土 又被切分成好幾個時區 為了方便 所以就把他們 彈在同一區 對 彈在同一區 讓他們方便計時 然後有趣的事情是 東加的努瓜樓發 是那個 維基百科上的資料 它是不錯的 它是維基百科上的資料 對 所以請大家到維基百科去 那那個後蘭島 一點關係都沒有吧 有有有 它其實是全世界的最後一個 後蘭島是最後一個 因為它剛好是在那條線的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加碼再問一題 因為台灣如果我們想要那個 迎接第一到元旦曙光的話 應該要去到哪裡 什麼東北角嗎 綠島 綠島 那其實是 今年好像是花蓮的 今年是花蓮的那個 為什麼不同 不同年會不一樣喔 它是這樣子 它是測 曙光所以有角度問題 對 然後還有包含地形的問題 因為它在那個山上啊 是比較早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是平地的話 最早最早的應該是 在蘭嶼的宏廣 聖誕節的世界有各種方法 來決定小孩當年的表現 請問奧地利是誰來擔任這個角色 A 聖誕妖怪 然後B 聖誕水怪 迷希 C 聖誕雪人 D 聖誕骷髏 我一個都不認識 所以這根本就是亂猜嘛 答案是A 真的嗎 我只猜對耶 A C 因為我只認識雪人啊 我也是說雪人 為什麼都有名字 因為 這是我亂抽的 Krampus 是我們的答案 然後 尼希就是水怪尼希 然後 Olaf就是雪寶本人 所以是 那尼希根本就是 聖誕節之後 然後大概第12天的時候 會有一個 就是St Nicholas 然後再加上這個Krampus 會一起出現在家裡 如果你小朋友表現好的話 就是 Send Out就會給你禮物或糖果 然後這個Krampus 就是會在旁邊 嚇小朋友 我覺得是我們口中的那個警察伯伯 有點像萬聖九來敲門 然後 小朋友就會躲在爸爸媽媽後面 然後或著說狗吧 你先這樣 你先這樣 一首詩給我 你才可以怎樣 然後小朋友就這樣 一邊哭 然後一邊腦中那個詩 真的喔 以下哪一位魔術師的生日是在12月25號 我通通偉念 我 倫 納特格林 胡迪尼 克里斯安吉爾 還是耶穌 3 2 1 我也真的是亂猜耶 耶穌是魔術師嗎 他的第一名是 好 男人是A 我覺得我猜錯了 這根本 其實有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Google有關魔術 又要聖誕的準確很少 我想說 我想不到 我就找一個有沒有人生在12月25號 你的Lennon Green是現在應該還活著 你們應該也有看過他的影片 只是你們不知道他是誰而已 他已經發隱形牌 就是把牌一疊牌發到桌上 然後牌都瞬間變隱形的 所以現場你要 有有有有 後製一下 後製一下 新的一年 五年要到了 我們傳統上有十二生肖紀念 但你知道 越南的十二生肖有貓年嗎 又是貓的題目了 那請問被貓咪踢掉的 另外一個十二生肖是哪一個動物 A老虎 B兔子 C蛇 D羊 B A D A C 又是一個沒能答對的耶 我想說老虎就是 貓咪 對啊 大家很不喜歡養 還是羊肉養 對 我是想說蛇可能會有一些民間性養 你有沒有覺得它不好 比較不吉利的耶 對 我當初在挑其他三個選項的時候 一想很久 我就想說 大家會不會覺得都是貓咪 後面有人覺得蛇是唯一不吉利的 為什麼沒有兔子 那傳過去的時候 好像是因為翻譯的問題 他把兔子當成貓 對 好像就變成這樣 所以越南其實是有過貓年的 那所以是剛剛好 就是兔年的時候是過貓年 牛虎貓龍蛇馬羊 狗雞狗豬 謝謝你告訴我們這個人 真的好冷 在過年前大家都要大掃除 小蘇打粉是天然無毒 又不會傷害環境的清潔劑 但是有哪些地方呢 是不能使用小蘇打粉的呢 A 抽油煙機 B 榻榻米 C 微波爐 D 茶杯 這有點壽份吧 這應該很簡單 這應該很簡單 那是我的壽份 1 3 2 1 請出示 全隊 答案是B 榻榻米 因為榻榻米裡面含有蛋白質 那如果小蘇打粉呢 碰到了就是榻榻米 它可能會變色 然後會讓它的材質 可能會有一點改變 抽油煙機啊 或是微波爐 裡面有一些油漬 都可以用小蘇打粉 然後把它調成小蘇打水 來做清潔 茶杯裡面的這個茶凍呢 也是可以的 我就是想說 你們哪一個人知道 是因為蛋白質啊 我就是想說榻榻米 可能會卡粉而已 對 P 聖誕老人拉車的巡路 是公的還是公的 我怎麼記得好像 A 公的 對 這沒有出現過 C 沒有公公分 D 需要第三性巡路 又有忘記 B A B B A A 是母的 一定是母的 為什麼 因為公巡路在冬季的時候 會換腳 會換腳 對 我們其實在某一個場合 有認識的時候 然後其實大家應該都有 對 參加就是有聽過這個 我慘了 我一定 然後都讓我媽顯然就是沒有認真上 對 那時候在打瞌睡 你阿甲都答對了 你看我是不是 我答錯了 我答錯了 對 還好人朋友一起遍地 那我想說英文歌是什麼 Rudolph The Red No Friend Dear Hello 他是Rudolph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男生 好合理 合理 合理喔 歌詞是男的 對嘛 那其實 所以他可能是第三星期 過的派人 其實是第三星期 過的派人 你今天許下新希望的達成率 通常都不高 想請問以下哪個技巧 可以更容易培養習慣 A 跟朋友互相督促 當天沒運動就有罰三千塊 B 如果今天沒有完成健身菜單 隔天運動加倍補回來 C 加入喜歡的運動團體 參加團練跟活動 D 買很貴 有期限的運動課程 讓自己一定會上完 誰出的題目都查 C A C C A 答案是C 所有選項都是我自己的個人經驗 其實我都做過 然後 罰三千 三千很痛啊 就是要問候你才會覺得說 不行我一定要頒獎 高中時候 因為我們都很愛上課睡覺 所以我們就想說 以後上課睡一堂課 我們就是罰十元 那話的時候通勤 你覺得有用嗎 你不要想看那種窮高中生 十元 就是可能你中午要吃比較爛 然後我們就想說 好以後上課睡要去罰十元 結果呢我們就是 後來每次都投一百塊進去 就說我今天要睡整天 你不是窮高中生嗎 高中生十小時 不是因為兩個人都睡 直接兩個人都投 就覺得沒差 就沒差 奇怪裡面就是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approach goal 就是你可能完成那個目標的時候 會跟你的一個正向的回饋 就是誒我完成目標 會有獎勵會有錢 然後另外一個是 你會被核彈攻擊或是什麼之類 你就覺得 share我得完成 所以你就要往前衝 然後去完成那個目標 可是一旦那個 威脅消失的時候 你就不會去完成 所以剛剛題目是問說 建立習慣 所以你要是找正向的 因為像什麼罰錢啊 什麼很貴會覺得浪費錢 這種就是會是一種懲罰 所以大家會質疑 哦 但是說目標打的 我就覺得 我不想做 你可以一起減肥才會減得快嗎 團體一起減肥 團體一起減肥 會 就是我們一起飢餓三食 就不能交一個很愛吃的朋友 就跟他一起交啊 對 你這樣跟那些人絕交 不能因為我吃飯 阿翔魔術是在2019年的時候 在哪 哪個國家 沒有合理嗎 這合理嗎 可以出到電影嗎 我覺得這個蠻合理的 為什麼 我先解釋一下 我覺得上節目 我都大概會去看大家的頻道 在幹嘛 先聊 哦 好 A 日本 B 韓國 C 中國 D 美國 請回答5 等一下 可以提示嗎 沒有提示 5 4 3 2 D C D 又沒猜好了 Sonia你為什麼覺得是A 我說那時候應該是剛好疫情的 就是剛爆發的時候 應該不會是中國吧 大家就快出在這了 就隨機亂猜 哦 對 因為那次我回美國去滑雪 然後所以就想說 啊我去給我聖誕的家人一個驚喜 我不想知道 哈哈 好啦 都自己自己聊吧 聖誕老人有尋路來拉雪橇 請問傳說中哪一種貓 為女神拉過雪橇 挪威的森林貓 B B C 柏利亞貓 C 521 這是什麼 521 然後呢第一名貓 欸我來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這四種貓都是體型超大的長毛貓 500有養過嗎 我不知道500有養過什麼貓 摩威的森林貓 哈哈 摩威的森林貓 你看 你看 你太合合了 好恐怖 我沒聽過 請出示 好 A B B C 又沒有人猜對 我沒有人猜會出題了吧 這個傳說啦 就是以前 就是幫女神拉過雪橇 但是現實上 就是有傳說 其實女神是你嗎 嗯 其實 聽說俄羅斯的那個 希伯利亞貓是真的有拉過雪橇的 體型最大的其實是最下面那個 免疫貓 你說那個貓來拉雪橇 牠是要幾隻啊 比如像我們知道那個狗拉雪橇 好像要六隻八隻 應該都是那種居家的 就是小小的在玩的那種人啊 貓就算再大隻 可能還是 女神應該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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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神是女童 女神 就是神教 坐在神教裡面 可是這四種貓的體型 就是真的滿大隻的 所以如果是拉一個小孩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和中國一樣 日本在過年前的 12月28日到30日 是大少數的日子 又是大少數的日子 尤其有一個地方 一定要在過年前打掃乾淨 因為裡面住了神明 那打掃乾淨的話 人也會變得漂亮 你知道是哪裡嗎 A 廚房 B 廁所 C 房間 D 院子 當然是什麼 等一下 等一下 A B A B D 猜對的舉手 SOMIA SOMIA 你為什麼會猜 SOMIA 你很厲害 你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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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便你為什麼猜 因為我覺得廚房乾淨很重要 就是廚房是最容易長夠的地方 可是廚房是最容易長夠的地方 對啊 我剛剛也是想說 廚房是我故意出的 因為我覺得大家應該會猜廚房 你猜什麼啊 院子 你為什麼會猜院子 院子是不是大家最不想猜的 不是 因為我覺得廚房廁所房間 感覺都有可能 然後是冷姿勢 所以你就要猜 不可能的 你們如果有去日本 你會發現日本人的廁所都很乾淨 他們非常注重廁所的乾淨 然後在日本啊 就有一個歌手 他有一首很有名的歌 就叫做廁所女神 然後原本是在講說 就是奶奶就是跟他的孫女說 你一定要把廁所打掃得乾乾淨淨淨啊 然後以後你就會跟廁所女神一樣 非常漂亮喔 甚至有一些就是在小baby 剛出生的時候 會把他帶到廁所裡面去 然後去祈求廁所女神 然後可以讓我們這個小朋友 以後可以聰明啊 漂亮啊 平安啊 健康 你說廁所是自己家裡的廁所 自己家裡的廁所 你說就帶你自己家裡廁所 對…很有趣嗎 我的夢想是 花死一跳 COVID-19全球肆虐聯合國位置設立了 防範流行病國際日 請問是哪一天A 1月1號 B 12月25號 C 12月27號 D 12月29號 D C C B B 哪是C 香菜為什麼會選C 我竟然猜對了 前面兩個就是節日感覺不太可 我那時候也是猜C跟D 因為我記得疫情爆發的時候 是在12月底 我也是這樣想 我本來是選D 後來想說算了順手 要公布之前的發生C 好細啦 答案其實就是C12月27 為什麼的話其實 他沒有特別解釋 真的 就是… 就是… 就是想 不行 教授認識 我想要突破一個盲點 對 今天出的題目 不是要跟新年跟聖誕節有關嗎 對 聖誕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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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故意出現警告嗎 哪一個國家聖誕節當天會收到禮物 在12天後會有女巫來訪 好孩子有糖果和禮物 那壞孩子會收到黑炭 A. 挪威 B. 義大利 C. 比利時 D. 德國 答案是C.A.D.B.D. 更沒有人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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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沒有人對的題目 是不是表示說 這題目出得太大 對啊 這很冷 很夠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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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其實有很多版本 然後就是相傳是 就12月5號的時候 那時候是耶穌誕辰 然後其實這個禮物就是 有點要去住 可是他太忙 就沒有時間去 禮物來不及送出去 然後他就花了很多時間 找說耶穌到底在哪裡 然後沒有找到之後 就變成送禮物給小朋友 有的 如果表現不好的小朋友 就會拿到黑炭 然後只是說現在 就是一般你家裡都沒有黑炭 所以你就會收到黑巧克力 美國也是會收到黑炭 就是你拿到巧克力 也不用太開心 就可能是你表現不太好 那如果小朋友 當然很喜歡吃黑巧克力 那不是很好的 每天展現不好 那時候那個聖誕節 收一點黑巧克力 等一下 但是我們還是不知道 那為什麼是那個國家 就是這個國家穿透啊 他們就是任性啊 我們今天出題目就是任性啊 又是一個這麼長的題目 二戰時間 美國紙牌大廠 USPCC製造了一種特殊的護客牌 利用送禮物的名義 來幫助被敵軍俘虜的軍人 請問這個護客牌的附加功能是什麼 A 特殊幽默讓紙張被燒的時候 可以燒得比較久 幫助生活喔 B 每盒牌有暗藏紙牌大小的刀片 可以用來攻擊敵方 C 每張紙牌撕開會有逃生的地圖 幫助戰斧逃生 D 包裝外盒的印刷有暗號 用於密集 這是可以給我們多一點思考的時間嗎 我覺得這個很好心耶 每個聽起來都很合理耶 對 決定給大家20秒的時間思考 等一下我重新看一次都不及了 而且這個是送禮物給 所以是送禮物給被德軍俘虜的軍人 為什麼他們要收啊 都聖誕節了大家還是要不及啦 對 就是沒辦法跟家人團去送你一個禮物 大解放的也有概念 好 D D A A C 沒有人答對 然後O 妳為什麼選A 就想說他們很冷 然後如果是二戰時期的話 他可能是被關在地窖 或者是他需要遊火 對他需要遊火 讓他可以過去買一點東西 他沒有Light 可是我 你可能還要先讓他買到 你可能還要先讓他買到 你真的沒有燈子 你可以去取啊 因為一定不可能讓戰俘去生活的啦 那根本就是討 我原本要選C 他們為什麼那個撲克牌廠商會知道逃生地圖 我就想算了 那一台就選D好了 那同事應該就只能帶旁邊去 或是 我也是沒有辦法再傳 沒有同事沒有雙方網來 請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就是他們自己的人被俘虜嘛 他們用聖誕節送禮 又有名義就把這個特殊的撲克牌送進去 這個撲克牌呢 外表就是一個普通撲克牌 每張撲克牌都是兩片紙片 前面跟後面跟中間有個膠 夾出來的 然後他撕開之後 裡面會有逃生的土 好帥喔 這好適合拍子 我覺得你看 越冰裡面藏有那個紙片 那個戰俘收到撲克牌的時候 他怎麼知道要做這件事情啊 他說明自己就 欸欸欸欸 完掉了 三千喔 感覺就被發現 我在想那個地圖是不是 所有的人要集合起來 然後就是一整張大公司 那玩秘四超多 對啊 那玩秘四超多 對啊 十五道題終於結束了 我們現在來統計一下 好香菜妳的得分是 九分 好香菜妳的得分是 九分 好香菜妳的得分是 好香菜妳的得分是 四分 我覺得這差距有點大 欸泛科學 妳是泛科學耶 八分 不是錯啦 市場優勢啦 看壓力好大 好 再來 最後是阿佳阿佳五分 耶 好 是小朋友騙題囉 什麼 阿姨 阿姨 今天獲勝者是香菜 沒有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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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喔 我可以這樣子泛科學團 對 妳要的獎賞是 進入泛科學團 沒有沒有 我想要的獎賞是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真的沒有辦法 欸所以沒有獎賞嗎 沒有 就是 精神上的支持 不行不行 那我的獎賞 要輸的人有懲罰 好 最差分數的頻道呢 好 那妳要答應那個 第一名一件事情 給她一個願望 妳需要我幫妳打掃嗎 好 我幫妳點鍋 她幫妳掃點鍋 最後呢 那謝謝大家 一起來參與今天的 聖誕接浪奇異的 知識大賽 如果想知道更多 貓咪相關的知識 可以去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香菜喔 如果想知道更多 更多清潔收納整體的知識 也歡迎訂閱 豆豆媽咪健康生活家 如果想知道更多 康普知識 或是生活中的科學 歡迎訂閱 PENSAI FAN科學 突然卡 就想說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講什麼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關於習慣養成 或是生活設計的內容 可以看親愛的路 如果想讓妳的肩膀有聲音 給電話夾按摩素教室 我就抓到你了 是不是用這招把咩 我有開一支 就是跟100個陌生人 用這個拍照 我就說 請問妳的肩膀有聲音嗎 我在找肩膀有聲音的人合照 然後他說什麼叫肩膀有聲音 我說這樣拍 啊 就妳了 對 就很好 你知道你怎麼拿了 你怎麼拿了 然後就接那個狗狗警察那個畫面 對啊 真的 真的 真的在把咩 真的在把咩